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这个什么系数通通除到后面去就对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针对的对象 是类似这种形式 假如说除了微分的这个本身之外 Y的这个微分本身之外 前面的系数比如说P跟R OK Function of X only 它只是X的函数而已 那么这一种微分方程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微分方程 Linear 线性 OK Linear Linear为什么这么好笑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是吧 OK 它是一阶微分方程 假如说更加简单一点的 等号右边 这个地方呢 RX 等于零的话 哇 那这下子就更加简单了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 Homogeneous Homogeneous呢 以中文的意思叫其次微分方程 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叫其次 OK 反正就是这个名字就对了 等号右边等于零呢 叫做Homogeneous 那当然等号右边 要是不等于零呢 就叫做什么 Non-Homogeneous OK 我平常会把Homogeneous呢 写成Homo一点 OK 好 那这个地方F1C一点 就是function 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简写 那我们上次呢 在开始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说最简单的方式是怎么样 假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拍拍拍拍 整理整理整理 假设我们可以将方程式啊 整理成类似这样子的 跟Y有关系 通通放在左边 跟X有关系的 通通放在右边 那么这个就代表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方程式啊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 OK 可分离了 写中文 OK 好 假设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导函数啊 反向推进 反正它是等号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两边同样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 对 我们就把它积分了 两边同样的做 同样这件事情 等号还是存在啊 只是要多加一个常数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结局解出来 OK 非常简单的嘛 对不对 好 当然还有个一变化的形状的 这个在我们这上面有写的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们暂时略过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假设 我们现在方程式呢 这样分开来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方程式呢 可以写成 M XY DX 再加上 N XY DY 等于0 你看看 这个的分开来的方式 是不是很简单 Y的前面呢 DY的前面只有Y的函数 DX的前面只有X的函数 那马上就解决 假设这个DX的前面 不只是X的函数 也是Y的函数 DY的前面 不只是Y的函数 也是X的函数 那就比较复杂了 对不对 但是 假设在一种状态下面 一种situation下面 假如说 if 你把DX前面这个系数呢 对Y微分 偏微分 跟DY前面这个系数啊 对X微分 假设很幸运的 它相等了的话 那么 我们将这种Equation 给它一个 名称 它是Exact ODE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Exact Exac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件事情就代表 它has a solution 它一定会有个解 这个解可以写成 什么样的形式 可以写成N X Y 等于0的一种形式 OK 它一定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不不不不 这个不能用N 这边要用什么东西 U的 用U好了 它一定可以写成这样子 当然了 SoreEquation都可以这样子写嘛 为什么 怎么讲呢 你这不管怎么解 最后是不是解出来 最正常的方式 就比如说YX等于1 随便写一个 X平方再加上BX 再加上C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一种解的话 那我把这个通通拿到左边来 是不是变成Y 减掉AX平方 减掉BX 减掉C 等于0 我把这个叫做U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它是X 也是Y的函数 等于0 所以这简直是废话嘛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到有个解呢 可以很简单的写成这样子 讲起好像有点废话 但事实上未必 为什么 我们要是从这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 只有在某些限定的条件下面 它才会类似有这种行为 OK 那所以说我们就很简单的来看待一下 我们上次怎么来思考它呢 我们说啊 抱歉 它不只是 要是等于0的话 好像可以这样子 但假设我妈写成它等于一个常数呢 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告诉大家 它可以写成什么一种形式 它会等于一种常数的形式 OK 好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快速的来讲一下上次的概念 我们上次就玩一个游戏哦 假设呢 我们有个U XY 等于常数的 这个东西 假设有个方针式这样子 那我们对它做全微分嘛 那对它一做微分之后呢 DU 是不是要等于0 因为Constant微分就等于0 对不对 但DU是什么意思 DU根据全微分的意思就是 Partial U Partial X DX 再加上Partial U Partial Y DY 要等于0 它一定有这个特性 假设是这个特性的时候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我们把这两个抓出来 这个呢 是U对X偏微分 我对它再对Y偏微分一次 就变成两节偏微分啊 这个我也做一个游戏 它也是U对Y偏微分 我现在多做一次 对X偏微分 那你告诉我 这两个有什么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一样嘛 你做这个游戏之后 得到结果一样 也就是U呢 分别对X跟Y偏微分 那这两个要不要一样 废话当然一样啊 做同样事情会不一样嘛 才怪的 对不对 那代表一件事情 它要一样 OK 代表了一件事情 它要一样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说 我们会怎么说 我们会说 就类似我们有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像有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是不是 这个 M是不是相当于 好像这个一样 N是不是相当于 好像这个一样 那假设呢 我把M也对Y 再偏微分一次 N也对Y X再偏微分一次 是不是相当于 它做同样的动作 那假设它两个也相等 那这两个根本就互相对应嘛 一比一对应嘛 对不对 一比一对应的意思 就代表说 它这个怎么来的 上面会有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是从这个游戏下来的嘛 所以你找到一个东西 跟它一对一对应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游戏的根源呢 对不对 也就是说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啊 它 这个来源就好像类似这样 那这个的M来源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对U 1次方微分 所以呢 就相当于说 我们就好像有个解啊 M呢 可以等于partialU partialX 那partialU partialX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代表着说 我们啊 U的本身啊 就可以怎么样 解出来 是不是相当于 我对M对X积分 对不对 我就反推嘛 我就把U解出来嘛 这个U本身 就是它的一个解 这个解的形式 只是你把它凑一凑 凑成类似这样子而已 把它左右排一排而已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只不过我们知道 当我们这个要进行成它的时候呢 常常都要加上一个常数 那你要加什么常数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很简单 因为这边这个 这个积分 对Y对X呢 基本上 它这是很单纯的 一个权微分 所以就加上个常数就好 但问题是 我们这边这个是偏微分 对不对 这边这个指的是 DYDX 这是权微分 也就是Y只是X一个函数而已 现在呢 U可能是X跟Y的函数 所以只能够偏微分 所以呢 我们要加上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意思是说 当它对X偏微分之后呢 这个常数会消失 会不见 就好像呢 你这边加上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对X微分之后 会变成0一样 同样的意思 只不过我们现在发觉 它不只是一个常数 常数可不可以 可以 假设是个function Y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因为呢 你现在是对X偏微分 只要跟X不一样了 通通就叫常数 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写 那从这边 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出 U的形式出来 或者 我从这边开始出发 我把它偏Y一点 那是不是代表 N呢 也是partial U partial Y 因为这两个比对嘛 对不对 那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U呢 XY呢 可以写成N 对Y的积分 之外再加上某个常数 这个常数只要跟Y 没有关系就好了 那我们叫做 X好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 一户比 到时候就可以决定 常数长成什么样子 就把解答给 算出来了 最后 就得到U XY 是等于什么形式了 对不对 是等于 它最后一定要等于constant 最后一定要等于constant 你这边可以把UXY算出来 最后得到的解 一定是等于constant 为什么 因为这边游戏规则 是从这边开始的 你现在只是反推 当然要推到跟它一样 对不对 That's it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上次呢 就举了这几个例子出来 那今天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 来探讨 其他的形式 OK 那我们到底 应该怎么样做 可以做得更好 上次讲这个 讲完之后 有没有讲个例子啊 上次我们这个exact 有没有讲个例子 上次是什么例子 是不是sincosine的 那个例子 sinx跟hypercosine 有没有 上次有没有例子 你们有没有操 哇 你们操的笔记 非常艺术化 看都没有 OK OK 好 那我们再解一个 好不好 再解一个 example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解得 比较好了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initial value problem 它是个跟起始状况 有关系的一个 问题 OK 请大家来解一下 这个问题 sine x hypercosine y dx 减掉 cosine x hypercine y dy 等于0 假设有个 微分方程是 长得这个样子 但是它多告诉你 一个information yx啊 当x等于0的时候 它会等于3 OK 它会等于3 请问一下 它的解释是什么形式 OK 好 假设这个叫第一个equation 这个叫做第二个equation 好 我们开始来解 step one answer OK 第一件事情 假设 这个形式一看 就好像是这个形式 就好像是这个形式 对不对 假设它是exact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套 通通把它算出 它的形式是什么 假设它是的话 好了 我们看看 它是或不是呢 那我们就先判断 第一件事情 先设定 mxy 谁是mxy 是dx前面 这整个系数叫mxy 所以它是sinx hypercosine y 对不对 同样的 nxy 就是dy前面 这整个的常数 它是负的cosine x hypersin y 它是不是exact 怎么判断呢 在这边 假设m对y 微分 会等于n对x微分 我们看看 它会等于什么 partial m partial x 微分完之后 会变成什么东西 不不不 partial y 记住哦 它只对y微分哦 它只对y微分 就一微分之后呢 sinx 抱歉 我是对y微分 看起来跟常数一样 然后另外 hypercosine y 对它微分 这一微分之后 它变成sin hypersin y OK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再来呢 我们把n呢 对x微分 n对x微分 就相当于这边 平微分的时候呢 只对x平微分 是不是hypersin y看不到了 好像常数一样 我们只对cos微分 cos微分就变成 负si 负负得正 变成sin x hypersin y 你看这两个 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equation two is exact 它是exact 一旦发现它是exac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回推了 或这条路一直往回推 对不对 沿着这条路往回推 意思就是说m的本身呢 也就是我们会有个答案 跟u有关系 而且这个u一定要等于一个constant 好 那这个u是什么形式呢 我们就由这边来推 因为mk写成是u对x的平微分 所以u本身就是m对x的积分之后 再加上一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从step two step two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个uxy 假设我们先走这条路 它是m对x的积分 再加上一个y有关系的系数 来 那这会等于什么 m是什么 m是这个 sinx hypercosin y dx 再加上ky 现在你微分是对x微分 所以这个y的函数看起来 相当于是常数 这个常数就可以提到前面来 就现在只变成对sin微分 哇 简单的不得了 sin微分变什么 负的cosin right 所以它会等于怎么样 负的cosin x hypercosin y 再加上ky 它可以等于这个样子 ok 好 那这个u已经算出来了 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们当然可以两边积分完之后 再做比对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也可以把它对y积分 买微分 微分完之后要等于n嘛 n就是它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tep3 假如说我把这个u啊 因为啊 partial u partial 什么东西 y 是等于n的xy 这是这个游戏规则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partial u 是什么 不就是它的微分吗 所以partial u partial y 只对y微分 所以呢 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负的cosin x 因为cosin x 对那看起来是常数 对hypercosin y 所以会得到y 所以会得到y 所以会得到hypersin y partial k y 第四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u的本身 uxy 根据这门是负的cosin x hypercosin y 再加上ky ky就是c嘛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了 它的解释是什么 一定要等于一个常数 它一定要等于一个constant 你不要忘了c也是constant 这个也是constant 我可不可以通通把它抓到隔壁去 所以这样一来 我是不是得到一个functions cosin x hypercosin y 我先把它移过去 就变正了嘛 对不对 然后它提过来 会变成c减掉constant c减掉constant 还是个constant的 随便定一个叫做d 好吧 它也是个constant 位置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step 5 现在我们终于要派上 要用什么 equation 2 它告诉我x等于0的时候 y要等于3 x等于0的时候 y要等于3 那是不是就可以知道constant等于多少 right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三个式子 所以我们将的step 5呢 我们将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三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做这件事情 这样一做的时候 cosin x cosin 0 cosin 0 乘上hypercosin 3 因为它要等于3嘛 y要等于3 要等于d cosin 0是什么 1啊 所以d等于什么 hypercosin 3 对不对 所以d已经知道了 我们把第四个式子 带回第三个式子 答案是不是跑出来了 写在这边 写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 cosin x hypercosin y 等于d d是等于什么 hypercosin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y跟x的关系 就由这个方程式来设限 来定义它 答案就是 hypercosin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们以前没学过 不知道啊 hypercosin是什么东西 ok hypercosin不知道 有点吓到了 ok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你们知不知道 Uler equation exponential i i theta 可以写成为 cosin theta 再加上i sine theta 知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这个 好 有一点点 什么东西 对 负数 i是负数 i是负数 这个知道吧 exponential i theta 等于cosin theta 再加上i sine theta 那exponential 负i theta 等于什么 cosin theta 减掉i sine theta 所以 这两个要是相加的话 cosin theta 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exponential i theta 再加上exponential 负i theta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四十相加 是不是后面 刚好扣掉了 这会变成两倍的cosin theta 这两个相加 我把两倍的除过去 不就变成二分之一 right 所以sine也一样嘛 这两个相减 是不是cosin不见了 然后到时候会得到一个2i 2i再除过来就好了 所以sine theta 是不是就会变成 exponential i theta 减掉exponential 负i theta 除以2i 对不对 这个是cosin跟sine theta 另外一种表示 但是我们现在呢 什么叫hypercosin hypercosin的意思是说 假许是theta 它写成什么 exponential theta 加上exponential 负theta 除以2 这个叫hypercosin 什么叫hyper sin 它这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是 这边还有负数 这边完全没有 那这两个相加 相减 一个是sine OK 一个是hypercosin 一个是hypersine 它们的形式不一样 OK 这个support 在微积分全部都要教过的 你微积分一定有教 是不是忘光光了 没有教 确定 OK 这个应该都在微积分里面教 包括所有的equation的形态 包括它微分的特性 微分你对theta微分 就对它微分嘛 对不对 这微分会吧 我们看看 cosin theta partial hypercosin theta partial theta 会等于什么东西 是不是partial partial theta的什么 二分之一 exponential 我这样子写好了 写 exponential i theta 剪掉 不 exponential theta 剪掉 exponential负 theta 除以2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小文我有没有写错 这方式我有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 OK 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太行 有的时候我都会记错掉 上个礼拜不错 你们班上有人告诉我 我后来积分其实是算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发现的人 请赶快回家看看 我哪里算错了 OK 好 那你这样一微分就很快了 是不是它会变成exponential theta 负负得正 加上exponential负 theta 除以2 是不是就等于hypersine theta 对不对 cosine微分变成sine 在没有hyper的状态下面呢 它是要加负号 有hyper不用 对不对 但是假设你来微分 hypersine theta 是不是相当你对这个微分 你该不会你们微积分都忘光光了吧 还要我来帮你们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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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e是加的 cosine是加的 所以这个要变成负的 才会变成sine 对不对 sine是负的 你看看我都忘光光了 我都没有注意到 就你们大家也没注意到 所以这个呢 一微分完之后会变成什么 二分之 exponential theta 对theta微分不变啊 对theta变成负负得正 它变成hypercosine theta 所以呢 hypercosine微分变hypersine hypersine微分变hypercosine 没有正负号 记住一下 OK 没有正负号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 这个是定义 画三条线也可以 好不好 这个就是hypercosine hypercosine的意思 怎么样 哪边 最上面 这个 他怎么样 他怎么跑出来的 下学期就会教导 教导负变就会教导 OK 就因为有这个特性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常常物理在计算 会牵涉到 简协正常的 sinecosine这个东西 sinecosine多复杂 两个相加又相成 搞得鸡飞狗跳 谁知道它变成什么 对不对 但是用exponential 就简单很多 OK 比如sine成sine 变成什么 sine theta1 乘sine theta2 变成什么 你就要记住 它的那个 那个背角公式 对不对 怎么样 什么 哇 这么复杂的要命 exponential i theta1 乘上exponential i theta2 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i的 theta1 加 theta2 简单到不得了的状态 OK 那我们希望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记起来 看来呢 我们在运作这个过程当中 随时我要帮大家复习一下微积分 OK 假设没有错的话 我今天会在看我 因为我有录那个微积分简介的 微分我今天看完了 我要请周琪老师看 假设因为头一次录嘛 未必录得很好 我就会马上po上网 假设你对微分啊 都已经忘光光了 OK 请回去看一下 不过这次弄完之后啊 搞到2.8个小时啊 你们可以用两倍数看比较快 好 就变成1.4个小时 OK 好 那积分也很简单 我们只教四个技巧而已 OK 只教四个技巧 所以你只要把这四个技巧记起来啊 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OK 所以呢 请大家有空回去看一下 我礼拜三会跟大家告诉网址 那同样的 你们上网帮我找查 我会问哪边算错啊 OK 哪边有什么问题啊 请你尽量来告诉我 好不好 好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呢 介绍完了 我给他洗脏 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了 好 现在我们问一个简单问题 假如说我们有个equation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这个特性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假设有个equation 长得一样 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完全比对 你一样可以对M 把它对Y积分 N 把它对X积分 但是 这个地方不一样 好 假设不一样 这一边是要一样 对不对 这一边是画歪歪的 事实上就是一样 那你怎么办 OK 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你们怎么办 你现在就好像回想到 好几百年前 也没有 也没有 多少百了 一两百年前 然后碰到一个equation 就发觉他不exec 那这下你怎么解 没关系 怎么解 你要怎么办 最好的结顿 就是把它盖起来 然后继续打电动玩具 对不对 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把它解掉 那你要怎么办 假设今天是你呢 你要怎么办 OK 他就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是 常常我们在很多地方解的时候 我们甚至一直解得到一个 一个解而已 需要两个解的地方 我们确实得得到一个解 那第二个解怎么跑出来 我们都利用蛮类似的方式 在做 简单的可以这样做得到 但没有想到这个简单 也蛮好用 他的想法就是说 OK 好吧 假设实在是不行 那这样子 我把它呈上一个什么鬼东西 我把这个式子呢 呈上一个叫做F的东西 OK 这边我要稍微修正一下 为了要避免 跟这边 M 大家 有一点搞糊涂 我把这个 前面这个叫做P 这个叫做Q 所以这个叫做P 这个叫做Q OK 我把它呈上去 呈上去之后呢 它就跟皮卡丘一样 就可以进化 进化成这个 OK 不要叫啊 因为我小孩子还小 还在看皮卡丘啊 该不会你们还在看吧 我弹到卡丘一片 精神就来了 OK 假设我们可以这样做 然后呢 很幸运的 你一做完之后啊 它就有这个特性 我把它对Y微分 我把它对X微分 然后呢 很妙的事情就发生 它就会想等 那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吗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要去看电影啊 小时候哪里有钱看电影 所以到了电影院啊 根本就进不去 你知道吗 之后怎么进去 你知道吗 很简单 有人要进去啊 你就过去 就牵着他的手 对方吓得都不晓得 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小孩子 牵着我的手 然后就一起走进去 他以为我是他的小孩子 所以免费啊 对不对 那我就进了电影院啊 OK 我只要抓住一个东西啊 我就好像可以transform啊 就可以 就可以进去了啊 就进化了 OK 对对对 好像变形正刚一样啊 OK 好像病毒哦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这样做 假设可以的话 那我们前面的动作 通通都可以做 是不是 所以数学家 跟物理学家很像 因为以前的物理学家 就是数学学家 对不对 因为发觉 我们物理的人啊 找到一招之后啊 我们就能不变 就不要变 一招走天下 那是最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 我们以前学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一个 假设在 A等于constant 然后你说啊 V等于V0 再加AT 对不对 OK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变换嘛 那变成旋转的时候 怎么办呢 哇 这样麻烦啊 旋转怎么办呢 旋转随时都在变呢 没关系 我们这边本来是X V的 我们就把它变成 Theta跟Omega 我只要知道转换就好了 比如说 X等于Theta 乘上一个半径 V Omega乘上一个半径 这样就好了嘛 然后equation呢 一样化无路 这边呢 会得到Omega 等于Omega0 再加上什么 AlphaT 我只要背一个 然后其他呢 完全一样 只是符号变一下 变得好像比较高级一点 然后呢 大家要讲比较难一点啊 对不对 最好讲完没人懂 哇 就变得非常高级 对不对 那讲出来呢 根本就没什么 你只要知道这个转换 什么都过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假如说我们可以 乘上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就变成他 嗯 这很棒哦 对不对 乘上什么东西 很有可能 我们要乘这个F啊 有各种形式 未必只有一种形式嘛 对不对 好像我要看电影 我牵着男的也可以 我牵着女的也可以啊 我牵着阿公也可以啊 对不对 他不给我牵 我就抓着他后面的衣角 我就进去了 对不对 多好啊 所以现在问题是 你怎么做 只要你方便就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假设 假设 我们沉进去的这个东西呢 只是什么 if 这个if是纯粹自私的嘛 我们说if 简单一点 f呢 这是x的函数就好了 好不好 这样比较简单嘛 当然马上就有人说 那我可不可以if f 是这个 当然可以啊 有人说我可不可以if 两个都有 当然也可以啊 你能够解得出来 就算数了嘛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 所以假设呢 我们采取这招好不好 试试看 采取这招我们试试看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这种东西好不好 我们打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有一个 假设有一个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设定说 这个是等于m 设定说 这个是等于n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是要把前面的这个 微分吗 对不对 partialm partialy 是不是等于partial-y partialy会等于-1 那n呢 是partialn partialx 变成partialx partialx 等于1 哇 1 不会等于-1啊 这时候怎么办 他就告诉你啊 留个神奇的魔水啊 把它吃下去之后就可以变身了 那我们那个魔水是什么呢 假设有个f是x平方分之1 我们就把它沉进去 沉进去的结果呢 你就会变成一个x平方分之1 乘上-y dx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x平方分之1乘上x dy等于0 好 然后它变成什么 -y除以x平方dx 再加上x分之1 dy 记住哦 你把这个东西沉进去 等号还是成立啊 对不对 等号不会不成立啊 它只是变成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 叫做m 把这个叫做n 我对第一个 对y 微分 对不对 所以是负的y over x平方 就这一微 你看我是对y x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所以它变成常数 只对y y一次方一微就微掉了 就变成负的 x平方分之1 第二个 对y 对x微分 对谁 对x分之1 这个叫x分之1 所以它等于负的x平方分之1 你看 是不是两边相等啊 是相等的 所以你只要找到适当的f 你就又把它变回你熟悉的这边了 那就好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假设我们的这个是这个 那我们要怎么做 你就把它沉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把这边画掉 好不好 我把这边当作我的推导式子 假如说我把它沉进去 而且f只有f of x 所以我先算第一个 if f呢 等于f of x only 然后我就把它沉进去 沉进去的话 我是不是就变成为 fp dx 再加上fq dy 等于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 我这次把它超过去 为了让大家知道 f呢 是目前我们很感兴趣的对象 我就把f呢 我就把f呢 用颜色标起来 让大家知道哪一个是位置数 那假设它要exact 前面对y的微分 偏微分 一定要等于后面 对x的偏微分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是exact 因为是exact partial partial y的fp 要等于partial partial x的fq 它一定要这样子 你一个位置数 一个方程式 可不可解 可解 理论上我就可以从这边把f解出来 我们来看看怎么解 所以这个时候 紧接着就变成什么 f只有x的函数 所以对y偏微分的时候 f就相当于常数 对不对 所以f保留 我们只对谁微 只对p微 所以我就写成p对y微分 我现在把符号写成这样 比较简单一点 好不好 等于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呢 f本身是x的函数 所以你对x偏微分 一定要微f q呢 q本来就是xy的函数 所以当然也要微它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 那就用微积分的 传统的定律 第一个 要微这个呢 第一个不动 f不动 然后微后面 partial q partial x 再加上 后面不动 微前面 partial f partial x 那q对x微分 我这个全写好了 可能大家会比较 不会搞不清楚 记住哦 我白色的p跟q啊 是方程式 已经给你的 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它的微分 它的微分 你也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已知值 唯一不知道 只有f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 丢到 左边来 它是不是会变成f 刮虎 partial p partial y 减掉 partial q partial x 对不对 等于 q partial f partial x 你那边有q 好难看哦 我把q除过来 这一看 我们又可以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 我们可以把这边 f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就好像我们 最这边的 我看看f 假设我们f就是y 就是g gy的这个 g of y的这个函数 然后再对y积分 所以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把它 左右分离了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变成为 动一下 等号不动 1 over f partial f q分之1的 partial p partial y 减掉partial q partial x 的 partial x right 记住这边是 f的函数 这边是 x的函数 可能有y管它了 反正至少不是f 那么 我是不是就可以 按照前面的方法了 到了这边 我两边 同时几分 再加上 某一个constant就好了 constant 我是给多少 先给c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这边 擦掉 这边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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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从这边算下来 好 那这一击分呢 这整个就是 这边你都知道了嘛 记得出来吗 当然记得出来 只剩下你积分 功力强不强而已嘛 强就把它积出来了 那右边会变成什么 log f 对不对 long f 然后呢 c呢 你加这边 加那边都可以啦 我加这边好了 ok 因为我们常常将 位置的这个 摆在左边嘛 你看这个 我们都将它 摆在这边 c都加在右边 反正你加哪边 通通都一样 管它的 好 那么你现在呢 它就会进化成 long f 会等于 这一大串的积分 再加上某个常数c 对不对 在两边 共取 exponential 这一取的时候 这边就是 你感兴趣的 f of x 算出来啊 它会等于什么 某个常数乘上它 exponential c 然后这边是 整个的积分 exponential的积分 q分之一 partial p partial y 减掉partial q partial x dx c是某一个常数 exponential的c 那还不是是常数 管它呢 这个叫做某个常数 叫做d好了 但是你看看 假设这个 我前面乘上2 2是不是常数 是啊 2我把它乘进来 大家都有2 都有2 你发现 对下面的微分之后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一样会让它造成exact 对不对 比如说我乘上2 2 2我用 我应该有蓝色的吧 我乘上2 那是不是这边2 这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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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是exact 我乘上100呢 也是exact啊 管你乘上什么的 既然乘上什么都exact 我干嘛 自己找妈妈去乘上个 什么数目字呢 我假设它就是1 不可以吗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要找到这个形式而已啊 那干脆 我就让它等你 这样子最简单 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对不对 这种手法 我们叫做integrating factor 用积分因子的方式来做 也就是你这上面有个积分 放在exponential的上面 把这个就假设成是f 然后把f乘回去 原来不exact的equation 现在就变exact 然后再followexact的解法 就把它解决掉了嘛 很棒吧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假设 那我现在问你 假设我假设 它是y的函数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用一样化乌乌 做下来 你会得到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嘛 对不对 很棒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当你碰到一个状况 你发觉它不吻合你当初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就想办法乘上一个东西 看看它能不能转换 为你所熟悉的 假设可以 你赚到了 不行 再说 这个手法 很快的呢 我们在二阶微分的时候呢 就要交到了 假设你只知道第一个答案 你不晓得第二个答案 那怎么办 简单嘛 我们就假设第一个答案 乘上什么东西 之后就变第二个答案了 乘上那什么东西 我哪知道 去解啊 就把它算出来 你就知道它变成什么了 那这样不是很棒吗 你说怎么有这么幸运的事情啊 我看就是有 你看看每次得乐透了 都是买一百块啊 买什么的 对不对 说不定你到那个便利商店去 就去路上捡到一张乐透的彩券 结果没有想到第一特奖 对不对 maybe的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幸运的事情还是很多 人家发觉这么幸运啊 我们就要赶快把它记起来 赶快把它记起来 那这样就可以 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对于这边的计算 我刚刚讲了不清楚的举手一下 你觉得需要再重奖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了 好 那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就来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我看看要不要举例子 我先把它整理完好不好 先把它整理完 这边 滑掉 我不晓得 我给你们那张单子上面是怎么写 我写在哪边 你的 有了解 of a non-exact to an exact 假设 有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P XY DX 再像Q XY DY等于 where P XY and QXY are non 已经知道了 if partial P partial Y 不等于partial Q partial X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要 把我们第一个式子 then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 乘上F 之后呢 它就会转换成一个 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F是什么东西 where F 可以是这种形式 F 等于 我这样写 它可以是 F of X 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变成 exponential Q分之一 partial P partial Y 减掉 partial Q partial X 对地 X七分 或者 它可以是 F Y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exponential P分之一 partial Q partial X 减掉 partial Q partial Y 对Y几分 就好了 就可以follow exec 的解法 有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很好的例子 导致有几题 homework 要做 OK 好 然后我们就 homework section 1.4 来 再接一下课本 谁又带课本 再接我一下 我再对一下 那是section 1.4 我写错了 F of Y 写错了 我看看 哪边写错了 这边是Q啊 哦 对 这个是P 谢谢 好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作业 好不好 好 OK 只有四体 五十五十九二十一 下个礼拜三交 我们说的作业都礼拜三交 OK 暂时先放我这边 我看看待会儿会不会要 再指定一次作业 好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请大家回家 好好的做作业 假设你已经了解了 你待会儿回家就赶快做 那你今天做完 你就脑袋里面就记住 记住 很多事情 我们很难一辈子记住 像我这个脑袋这么烂 我每次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OK 我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我去克隆比亚念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有一大半的同学 他们从来不会忘掉事情 所以我大概有三分之二个同学 他念书只要念一次 然后一辈子记得 他从来就不会忘掉 那我是里面的少数 对他们而言是少数 但是我是正常人的多数 所以他们是比较畸形的 听到想到这件事情就比较舒服一点 OK 所以请大家呢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纵使你忘掉了 你以后要用的时候 你不是要回过头来看吗 假设你记住他的principle 记住他的想法 我告诉你 你看起来速度非常快 你不会有心理障碍 加上大二呢 结束之后呢 就开始去参加补习班的补习 OK 补习班不教这一套 他是教你什么形式 怎么解 结果你很快 你就忘掉一件事情 他应该怎么解 因为考完试就忘光光了 等到以后工作上的时候 你发觉工作上 你所面临的题目 你所面临的难处 都跟补习班不一样 那你就不会解了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你缴了这么多钱 结果你还是什么都不会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趁着你这个时候 回家马上解习题 你就可以记住80% 省了多少时间 OK 好好的把握这样子的做法 不要让你的脑袋呢 隔一个礼拜之后 又忘光光了 甚至要考试的时候 才开始看 或者是说 啊我忘掉了 没关系 我可以看录影带 但是我跟你讲 你看录影带的时候 你不会这么单纯 坐在那边专心的看啊 假设有这种状况 就代表你已经睡着了 你知道吧 好所以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因为已经睡着了 OK 好你一定会做其他事情啊 你知道吧 好所以呢 那个时候你可能 没有那么转型 但假设你已经了解principle 你看录影带快速转 不要说两倍速 五倍速转 你都了解我在干嘛 甚至一点一点 看看一幕一幕一幕过去 当时的记忆都回来了 够了 知道吧 好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讲下来 我没有回过来探 看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好 非常简单的形式 OK OK Linear ODE Linear ODE的意思就是 Definition 再讲一次 假如说我们可以把ode写成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你看看 假设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呢 这个呢 Is A Linear ODE If P And R R Function Of X Only OK Definition Y Y Plant 加PX Y 等一点 这个呢 就叫做Homogeneous Ninea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是Homogeneous 因为右边等一点 记住 Y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Y 之后就没有常数项了 因为有常数项 你可以丢到等号的右边 它就没有常数项 这个叫做Homogeneous 而且因为它前面的P呢 只有X的函数 所以呢 它不只是Homogeneous 它也是Ninear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假设有个Equation是这样子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太好算了嘛 对不对 假设这个是第一个式子 这是第二个式子 那 第二个式子呢 写 完全展开来 是不是写 Dy Dx Dx 再加上Px Y等于0 对不对 或者是 把它移过去 等于负的 整理一下 是不是可以Dy Y over Y Y分之一的对Y的积分 得到就是Long 对不对 一个Log 自然对数的Log 那我们自然都会把它自然对数消除掉 自然对数消除的方式就是去Exponential 所以最后右边这些 所以最后右边这些右边Exponential上面的什么 的这个Factor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解啊 马上就知道 所以这样一来呢 Y of X 就会等于怎么样 某一个常数 Exponential C 我叫做D好了 Exponential PxDx 有个负号 放在这边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这个样子 A constant 这个D是A constant To be determined 假设你需要知道它的形式 你就需要一些边界条件来决定它是多少 假设你只需要知道形式 根本就不需要Exactly它是多少 那就算了 那就维持个常数在那边就好 OK 好 这样子呢 就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Definition 假设Y plump再加上Pxy 等于Rx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Non-homogeneous 但是 它是个 Ninea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解它 你要怎么解它 简单啊 我们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好我们把第三个式子 整个展开来 你看我们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情 直接把它展开来 展开会打 Dy over the x 等于 我先把这个减过去 它是不是R 减掉Py 对不对 R减掉Py 假设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Dy 等于R减掉Py Dx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没有问题 只是这个 我有像这边一样 把Y放在左边 X放在右边 有这么干脆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Y在这里啊 P呢 P是什么 X的函数 R呢 是X的函数 我要是把这整个 放在这个分母呢 它还是没办法分开来 因为这边要嘛 就是只有Y 没有X的函数 所以 我无法这么简单 那这怎么办 那这怎么办 现在你怎么解它 我们再修 再停一下下 请大家思考一下 你怎么解它 嗯 你们发觉 那个四十啊 跟这个四十很像 对不对 我只是把它写得 比较乱了一点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边是什么 X放在左边 那我是不是可以写成 R减掉PyDx 再加上 Dy等于零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前面叫做E好 好不好 E乘上它 你告诉我 那个四十现在 跟它一不一样 跟它一不一样 完全一样 那你现在剩下 只是来判断啊 假设是Exact的 就用Exact的解法 假设发觉 它不是Exact 那我们就用积分 因子的方式来解它 对不对 这样就解决了 所以你发觉 它的技巧 根本就没有什么技巧 它根本就彼此 穿来穿去 带来带去 你要么就凑成 它的形状 要不然就凑成 另外一个形状 随你去 然后你就知道 你该怎么做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 继续算下来 插一个符号 哪边插一个符号 对啊 移向过去 R减PY R减PY DY 这边要加上一个 这边变成减的 OK 这样子可以 但是呢 这个状况又没有这么复杂 为什么呢 你看看 这个前面只有一个 负1 这边是X跟Y的函数 这大家都接受 对不对 这边只是个常数负1 也就是说 以这种形式来看的话 这个是对的 因为是X跟Y的函数 但后面这个比较简单 它只是负1 它没有什么东西 纵使是这边 前面也是对的 后面Q呢 只是负1而已 所以它的解法 应该更加简单 解出来的结果 应该更加简单才对 Right 那我们来看看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看看怎么进行 好 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把这个 叫做P 大家都有P 好 这个叫大写的P 这个 叫做 大写的Q 所有两个尾巴 好吧 第一件事情 看看它是不是Exact 因为Exact 就把它解决掉 第二件事情 不是Exact 你要找到什么东西 乘上去 它变成Exact 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它是不是Exact Partial 大P PartialX 前面有PartialY 它会等于什么 R是X的函数 所以对PartialY而言 不见了 负P 就好像常数一样 你知道对Y微分就好了 所以一微就等于负P 小P 记住我现在有大P跟小P 后面呢 Partial 大Q PartialX 它负1 对谁微分 通通通通 是什么 0 它是不是Exact No 它不是Exact 那不是Exact 那我们就采取这招 你必须找到积分因子 对不对 你要找这个 或找这个 请便 通通都可以 对不对 好 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 好了 请大家回家赶快看看 拿着我所给你们的这张单子 你看着上面 试着自己讲故事给自己听 假设你都已经读完了 拿到我给你的这张讲义 叫做讲义好了 自己讲故事给自己听 告诉我 它上面在干嘛 它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重点是它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最后它怎么处理 OK 所以我请大家呢 要把它记住 我不喜欢大家去背公事 我喜欢大家去背它为什么 然后你能不能重复它的操作 把它的经验吸收起来 变成你的实力 变成你的实力 所以现在我会认你 好像在这里 继续 对 你